1994年的封災 慈濟志工投入救援 庄子瑶累积救災经验 是因为有了肛肠水灾的经验以后 大家就会一有什么灾难或什么 大家都会互相联系 南部一有灾情 他都跟着队伍走入灾区 莫拉克封灾时 他更带着孩子去清扫 庄子瑶41年前就接触慈濟 受证后他家业置业都护道 陆续接引家人共九人受证 他从事物的理念开始 八道甲印他每一样都有做过 治疗他确实是做出来的 不管是环保什么 他都是带得很好 两年多前他发现罹患肺腺癌 却始终没停止做慈激 上人给我一句话 只要你不能有退到心 身为有病的人 永远是一个可以去救人的菩萨 因为那个道上人是要我们走到最终 包括你生病的时候 你都可以手心向下 发愿做到最后 他安排好了要做大体老师 二月初安详往生 他的志工人生是典范 慈激志工举办感恩祝福会 35年来他从来没有离开慈激 真的是所有的师兄师姐学习的典范 医生力行慈激 志工精神不曾离去 他也相约下辈子再续慈激情 他牵起我的手 跟我说文化 我哪个在来 要来追我来这种这样 大爱新闻高雄综合